大家好 我是楊曼華 這次要介紹的是 我這一系列的人體的這個部分 我平常在畫室的時候 有在練習一些人體速寫 那我這些整個系列 有包含粉彩 油畫 還有壓克力 那怎麼樣去把這些牆壁上的這些作品 然後用我的想法去呈現出來 主要是我平常在畫人體速寫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檯面上有一些 就是我平常在創作的時候 用兩分鐘 或者是五分鐘 或者是三十秒 或者是動態的方式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人體的動態可以呈現出來 那我就會把這些經驗累積起來 在這個作品的裡面再去挑選幾張 我覺得可以把它發展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作品 比如說是像油畫 或者是壓克力 或者是水彩 用這樣的方式來把它呈現出來 那你們看到的目前牆壁上的這些 就是從那個地方開始過來 前面的這一張 第一張這一張是用油畫 那油畫的方式 我們是用 也是一樣用我們平常人體速寫的方式 把這個 把這個形態先畫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構思出來 那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現 那第二張的話是油畫 那油畫 這張油畫也是在模擬 這是我在畫室裡面做畫的一個方式 那模特兒就躺在這個沙發上面 那還有你們看到這右上角呢 有一個畫架 這是在畫室裡面畫出來的 我是說速寫的部分 但是都是在事後把人體速寫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發展成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方式 那這一張也是 這一張是壓克力 那這張壓克力呢 它是用比較多層次的方式 然後把底色先慢慢堆疊出來 然後再把基礎 慢慢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基礎把它做出來 最後呢 再把比較亮的部分 就是紅色啊 或者是說比較亮的顏色 是最後 最後最後再把它畫出來這樣子 再把它疊出來 那這一張作品呢 是我在畫室 就是在畫人體速寫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是用碳筆 有時候是用墨汁 有時候是用廣告顏料 然後或者是會用粉彩這樣子 那這一張呢 是用粉彩 那次大概是兩分鐘 兩分鐘多鐘 然後畫出來的 那 呃 歡迎大家 這次來中台科大的藝文中心 來這邊看展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來看展覽 謝謝大家 很不錯 請問他 wealthy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